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预算约束级 那么和一个偏好 这个偏好当然有一个效用函数来表示 然后我们说它的偏好最大化的选择 就是效用最大化的 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或者说是转变为一个数学问题 那么这个本身是一个很标准的 这样一个选择的问题 那么我们说这个标准的模型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拓展 我们上次课讲 如果说它是有那个禀赋的 换句话说是没有这样一个货币的概念 实际上它所有的所谓的收入 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禀赋在市场上的价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发现实际上选择的基本规则 没什么改变 但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会有一些变化 尤其是在价格变化之后 我们发现它的替代效应 它的这个收入效应 它的价格效应 跟原来相比会有一些差别 尤其是在收入效应上 大家知道 由于你的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收入实际上是一种 禀赋在市场上的价值 因此你一旦价格变化了之后 你这些禀赋在市场上的价值也随之改变 因此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这个价格效应进行分割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就是除了我们原先讲到 普通的这样一个收入效应之外 我们还会分割出一个禀赋的收入效应 禀赋的收入效应 换句话说是由于这个禀赋的价格改变 导致了这个禀赋的市场价值会发生变化 或者说收入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么这是一个拓展 那么第二个拓展是什么呢 第二个拓展呢 我们说有时候呢 一个选择呢 可能会在时间的维度上展开 时间的维度上展开 那么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时候 那么一个人的选择呢 就面临着在一个时序上的一个配置的问题 一个配置的问题 那么什么时候 我现在把它这个钱花掉 什么时候呢 我未来再把它这个钱花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会出现一些选择上的拓展 选择上的拓展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跨期的选择问题 当然跨期选择问题实际上 有时候会很复杂 但有时候也会很简单 当我们把它简单的看成是一个两期的选择的时候 实际上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大家以后在学宏观的时候 会学到一些宏观里面的这个消费者的选择 比方说这个交点四代模型 类似于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 当你们现在没听过没关系 以后会学到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从一些简单的 个人的选择和家庭的选择出发 来构建起整个的这个一个经济的增长问题 因为这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涉及到储蓄跟消费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经济的这个增长里面 储蓄跟消费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变量 对不对 在宏观里面 那么我们知道对一个消费者来讲 如果说我现在呢 比方说今年这个全国的这个GDP 比方说这个总产出有多少钱 那这个多少钱初次分配掉之后 实际上初次分配就是生产者的这个利润 是吧 这个劳动者的这个报酬 当然还加上政府的税收 这是初次分配对不对 那么这些分配完了之后呢 比方说你劳动者的报酬 那么这个报酬呢 你拿过来是马上去把它花掉呢 还是我存些钱出来 如果说我储蓄了一些钱 那么这些钱放到银行里之后 那相当一部分会转化为新的投资 新的投资 那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说 你把大量的钱省下来呢 又有问题 你这一期的消费是很少的 那么消费很少呢 有两个问题 那从大的方面讲呢 消费本身就是一个个人福利的体现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一个人就是像 像机器人一样不吃不喝 然后就在那边不断地干活 你肯定要消费 因为我们增长的本身的 这个这个终极目标 就是让人的消费的这个水平的提高 就是也就是福利的提高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消费如果少的话 这个你生产了出来的产品 也就没人用了 那么这样一来可能对整个的经济的 后续的增长是不利的 不利的 所以呢 你在整个的这个里面呢 也是涉及到一个跨期的一个选择的问题 跨期的选择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要给出一个比较微观的 或者说基于个体的这个选择的这样一个角度的一个视角 一个分析 或者说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框架 一个框架 那么这里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简单的一些 一些可能金融上的一些问题 但我相信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复杂 并不复杂 我们说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 或者一个人来讲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时序上 比方说我们最简单来讲 这个第一期跟第二期 我们用T来表示 比方说两期 那么当然你实际上人 这个两期不两期实际上 这个经济的研究都是抽象的 是吧 你很难说这个两期是够还是不够 人也不 是不是活两期 这个是看你怎么分了 是吧 你可能说这个人的上半身跟下半身 是吧 这也是两期 对不对 或者说你工作的时机 跟你退休的时机 这也是两期 这个没关系 我们都可以很抽象 当然你也可以说有很多期 把一期看的是一年 是吧 或者是一个月 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看你研究问题的需要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为了简化 我们假定有两期 有两期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时期上 在这个时期上 每一个人也有个禀赋 有个禀赋 这个禀赋实际上 是你的一个收入流 你的一个收入流 这是一个禀赋 比方说M1 这是M2 这就是你的收入流 当然你可以说有很多 是吧 我每年或者每个月 我都有一定的工资的收入 这是你的收入流 当然你也可能不一定是工资 是吧 你投资了房产 每个月 每年都有租金的收入 等等 有很多 甚至你们每年 每个月 每个月没有了 每年是吧 都有压税前的收入 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收入 是吧 那这个是一个禀赋 这个是一个禀赋 但这个禀赋 我们也在一些复杂的里面 这些禀赋还会变的 是吧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平常说今年有多少收入 但我不知道明年会有多少收入 你可能在一些 期望上会有一些收入的 这样一些分布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禀赋 也就是说 你这是可以有的 可以有的 但同时呢 你会有一个消费的选择 消费的选择 但我们就不写X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这里的选择呢 实际上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选择的组合 我们知道在任何的 给定的一期的时候 给定一期的时候 我们知道 又比方说X1 X2 这个我要最大化这个东西 满足的是P1X1加上P2X2等于 或者小于等于这个M 如果都是第一期的话 就是第一期 对不对 如果这个都是第一期的话 都是第一期的话 那就是全部是第一期 全部是第一期的这样一个 然后我们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X 某一个X1 X2 是满足了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把这些打包看成是某一个X 打包看成是某一个X 反正是一个组合 如果你要具体的去探究这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组合的时候 我们就要回到这个里面去讲 当我们如果把它看成是跨期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这里就不用去看了 我们说这是一个总的一个消费 消费 这个是第二期的消费 那现在的问题就很简单了 我们说这是一个丙付 这是一个消费 当然你也会有第一期的价格 和第二期的价格 对不对 第一期的价格和第二期的价格 但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价格指数 对不对 可以是一个价格指数 比方说 今年你 如果人的这个 这个外部条件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的话 一个人的消费基本上也是比较稳定的 一个消费也比较稳定的 我们可以看成是有一朗子的商品 加上这一朗子商品的一个价格指数 那么比方说明年 这个价格也高了 我消费的东西也多了 那么可能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那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些统计上 或者说是一个计量上的一些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每一年 这个甚至每一个季度 或者每一个月 这个国家统计都会公布一些数据 是吧 比方说 它会同时公布这个东西 因为你看一年 这个总厂出 它是以货币来表示的 一旦以货币来表示的时候 你就会涉及到这个价格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都会把这些联系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 那么碰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跨期的选择的最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最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不管是消费还是你的钱 你的预算的收入 在不同的时间上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说在如果没有跨时机的选择 我们说这个钱在买X2这种商品和买X1这种商品的时候 这个钱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全部用来买X2这种商品的时候 我就要M1除1P2就可以了 如果我全部用来买E这种商品 就是也是这么多钱 除上P1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在跨期选择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 跨期选择的时候 这就涉及到 就是同样的钱 或者同样的这个消费的物品 在不同的时机上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好 都是好理解的 这个是好理解 从这个货币的角度来看 从这个货币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 最简单最简单的来讲 就是这个钱跟这个钱 今年的100块钱 跟明年的100块钱 这一期的100块钱 跟下一期的100块钱 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 所谓的这个利率 用一个利率 来表征这样一个价值的差异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如果我这么多钱 在第一期存进去的话 那么第二期 如果第一期有这么多钱 一加上 第二期的话应该 这就是等于第二期的钱 这个是最简单的 大家都知道 当然你也可以用负列 什么东西来计算 这我们都不管了 是吧 肯定有一个增值的过程 肯定有一个增值的过程 所以呢 如果我把所有的钱都不动 我把所有的钱都不动 我放到银行里面 存在那边 那么我到了第二期 就会有 应该 我这样写啊 不是很科学啊 应该是 如果我所有的钱都不用 我所有的钱都不用 就是我如果是 这是一个丙付 这是一个丙付 我如果所有的钱都不用的话呢 我应该可以把它写成是这个样子 就M2加上M1乘上1加上R 对不对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同时呢 我也可以这样 我呢 现在钱不够用 我把所有未来的钱呢 因为我知道我下一期是有钱的 我知道是吧 比方说你们在这里是吧 这个每个月你们家长都会给你们寄钱是吧 这钱钱不够了 你们寝室里可以 我不知道你们寝室里有没有高利贷是吧 小心像温州一样奔盘掉 就是说你可以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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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下一期再还这个钱 所以呢 你可以这样 就是说我未来的钱 如果要用到现在 那么应该怎么用 应该怎么用 那么我现在这里有这么多钱 肯定是对的 那么未来的钱是怎么样子的呢 大家想看 那么 我如果 大家想看 如果我现在有一百块钱 如果是10%的利率 那么我过了一期之后 应该是有一百一十块钱 那么换句话说 我如果未来有一百一十块钱 就等价于我现在有一百块钱 那么如果我未来有一百块钱呢 就等价于我现在呢 只有九十多块钱 因此呢 应该是这个 除上它的 零 除上它的 零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 金融学里面的一个知识 所以我们说 对于任何的钱来讲 对任何的钱来讲 在不同的时期上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这个价值呢 它的转换的关系 就是用利率来进行转换的 进行利率转换的 所以大家要 一般的来讲 一般的来讲 我们说一个货币 或者你一个收入 它可以表现为限制 也可以表示成未来的价值 未来的价值 那么这个就是 未来的价值的表现 未来的价值 也就是说 就是我现在的一笔钱 我现在的一笔钱 那么在未来 比方说 我们可以把它先简单 简单是这样 就一加上二 这个就是我在第二期的钱 这个腦推讯怎么写比较好 我用 我们这样 这个下面表示 上面表示什么时期 下面表示这个丙负 上面表示丙负 那应该是等于 就是说 我这笔钱 就是第一期拿到的这笔钱 在第二期表示出来 它就应该是这么多 应该是这么多 但如果说一般的来讲 我们这样讲 如果我有T7的这一个钱 T7的这个钱 它如果是在这个T7的话 就T7的这个钱 当然我们说T是大于等于T 是吧 就是小写的T7的这个钱 它要表示成T是更远了以后的这个时间 这个钱 那么它应该是怎么写呢 它应该是等于MT 这个时间 如果是负力来计算的话呢 就是它的T结局小T 对吧 如果负力来计算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给更加那个一点 这些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你们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我后面只是展开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是一个连续的负力计算 那会更加复杂一点 是不是 连续的负力计算 大家有没有印象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 我们知道每一期的话是2 每一期的话是2 但是呢 我要把这个时期呢 给它 我不是 比方说我们这个2是1年呢 那我现在要一个月一个月来算负力 或者我更加绝一点 是吧 我要一天一天的算负力 或者说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算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要把这个时间给它说得很小 时间说得很小 我们实际上这个 这个应该是怎么来算呢 我们用一个n 这个n呢 虚项很小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个利率呢 应该是怎么算呢 应该是1加上 这个应该是 如果说17的话 12 我在这个17里面把它分成n 分成n 分成n的话 应该是 r除以n 对不对 我不能这么写 这个n不能去旋 是这样 n去旋无穷大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是n 再乘上 t 对吧 是不是这样写 大家想想 这个m当然还是写在这里了 是吧 这个应该等于多少 这个应该是等于mt乘上 这等于多少 e 然后呢 对吧 对吧 就是说 这个 你们以后 以后在这个 如果在宏观的里面 会经常用到类似于这种连续的计算 因为你设计到时间如果很长的话 应该是 这个更加那个一点 更加那个 更接近现实一点 接近现实一点 实际上就是写这个东西 n去向无穷大 1加上2除以n的n次方 这个应该是等于1 对吧 1的2次 对 就是这个 所以当你一年的利率是2的时候 实际上呢 你如果连续复理计算 那应该是这个利率 是这个利率 或者说你这个实际如果很小很小的时候 你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一个数学上的处理方法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往后推 往后推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里讲的未来的这个价值 未来的价值 你如果这个时间越长的话 你当然是越长 但这个 对选择的主体来讲 我们说如果这个时间是无穷大的话 这个钱也应该是无穷大 对不对 但你肯定不会把这个钱放到无穷远的 无穷 这个 久的以后再用 是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对你来讲 你不可能活那么久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权衡的问题 同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也是反过来写 那这里的反过来写是这个样子 就可以把它写成是限制 这个是未来的价值 那么限制呢是 限制应该是这样 如果说这个是 第二期的 应该是 哦 对 第二期撞到的第二期 这个用第二期的时间 这个是第二期撞到的钱 是在第二期表示的就是这么多钱 是吧 这个就是第一期赚到的钱 在第一期表示 所以你这个钱都要有跟时间有关 不仅仅跟它的数量有关系 还要跟时间有关系 那么它应该是 在第一期如果要表示它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关系 是这个钱 是这个钱在第一期表示出来 在第一期表示出来 是这个钱 这就是限制 这是一个限制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在你们会计里面也应该学过 是吧 会计里面 那么如果刚才是连续的时间也很简单 连续的也很简单 如果说 我们刚才看啊 如果说我这样一个T的时期 或者说我这个时期撞到的钱 我想在这个时期表它表示出来呢 应该是等于 如果是不是连续复理计算的话 应该是MT除以1加上2 这个是T结 对吧 如果是连续复理计算的话呢 应该是等于 这个按照道理 这个是约等于是吧 这个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是M乘上1-2T结T 未来的一笔钱 你现在要用的话 只能指这么多钱 就是我要在未来的这个时间 T是更远的时间 要在小写的T这个时间把它用掉 或者说把它表现出来 表示出来 那就是这样多钱 就这么多钱 但对你们来讲 只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问题了 都没问题了 那么我们第二个呢 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刚才讲这个丙付 第二个呢 我们来讲选择 选择的时候 我们知道 涉及到的是一个 涉及到的是一个 这个跟价格有关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先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况 或者是P1-P2相等 这个实际上不重要的 P1跟P2是相等 换句话说 两期的价格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什么情况 就没有任何通货膨胀 对不对 如果说是两期的价格没有任何变化 就是没有通货膨胀 那么我们就最大化 如果有一个U-C1-C2 那么满足的条件是什么呢 P1-C1加上P2-C2 它应该是小于等于 应该就是等于了 M1加上M2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两期的选择 这个时候 这个一二就是 我们可以把两期看成是 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的 两种商品的选择 对不对 或者说两个商品的组合 我在第一期这个篮子 在第二期我选这个篮子 这两个篮子我来进行组合 进行组合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跨期选择的问题 这些好像还不对 好像还不对 好像还不对 不对在哪里呢 因为你到底是在哪个时间上 来定义这个东西 你要么全部是在 第一期来定义这个 要么全部在第二期来定义 所以这个是定义有误的 我们看如果全部在第二期来定义 应该怎么来定义呢 然后呢 我们首先看钱 如果全部在第二期定义的话呢 应该是M1 放到第二期的话是1加上2 加上M2 第二期的话 请主要不要忘了这里 这里的话呢 因为我第一期如果花掉这么多钱 对第二期来讲值多少钱呢 应该是这里还要加上1加上2 对不对 所以满足的应该是这样的条件 对不对 我全部是放到第二期来算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马上提出来 没关系的 就是 我们来讲 这是第一期的价格 乘上我第一期消费掉多少 比方说这是100 这也是100 那就是1万是吧 这1万块钱 对第二期来讲 就是指这么多钱 对不对 我们把所有的计算量 或者是计算的时间 都把它放在第二期来计算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把所有的计算呢 这个时间都拉回到第一期 如果都拉回到第一期的话 它应该是等价于P1乘上C1 我第一期花掉这么多钱 如果我在第一期来算的话 这个钱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但是我第二期花掉的这么多钱呢 我如果要把它拉回来呢 应该是这么多 同样的 我的秉赋呢 第一期是这么多 第二期呢 这个钱呢 是这么多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 要非常小心 涉及到跨期的选择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在同一个时间来考虑这个事情 一定要在同一个时间 你要么都把它放到未来来考虑 要么都把它放到现在来考虑 都把它放到现在来考虑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否则的话 我们这里时间就没有意义了 时间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是都用未来的价值 来写这个 来写这个预算约束 这个呢 我们都是用现在的价值 来写这个预算约束 来写这个预算约束 但这两个是完全等价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 竞争性的预算约束 实际上是一个 零次其次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预算约束 我把它同时除上一个一加二 就变成这个了 或者说这个我同时乘上一加二 也就变成那个 所以这个是零次其次 这是零次其次 然后我们随便拿一条 比方说拿这条 然后把这里带进来 我们说这个我们都把它相等 相等的话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 都可怕看成一算 其实不是一也没关系 只要是相等的话 你无非把这个P再除到这边来 重新定一下M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 为了方便我们就直接这样写 就这么写 然后我们在一个桌标上来看 桌标上来看 我们说这个是第一时间 就是第一期的 这是第二期的 禀赋点就是这一点 也就是说 我这点肯定是可以选择的 我这点肯定可以选择的 无论如何都可以选择 反正就是这个叫什么 今朝有酒今朝醉 对不对 就是说我现在有多少钱 我就把它用光 反正下一次我下一次还有钱 是吧 就正好是这样的 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如果有一个 这个借贷市场 请注意啊 我们刚才写这一条预算约束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 有一个借贷市场 或者说有一个资本市场 但是想看 如果我们讲的极端一点 就在很古代很古代的时候 那时候货币还没有 是吧 以前货币是什么 一头牛是吧 两个鸡蛋比较多 以前货币是不是这些东西 就一般等教股吧 你们学政治精神学应该都学过 那么你说我现在呢 我现在有很多鸡蛋 我现在不吃 放到下一期吃 可能就臭掉了 就不能吃了 那可能你反而是没有 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在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在里面 就说明这个时候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借贷市场 然后如果说有一个借贷市场 我们刚才看了 我如果把所有的钱都在未来用 那未来的话就是这么多钱了 我们刚才已经应该是算过的 未来的话就应该是这么多钱 M2加上1加上2M1 是不是 所以这点也是可以选的 这点也是可以选的 我也同样可以在 第一期把它用掉 第一期把它用掉 这就是用限制来表示的 就是M1加上我把未来的钱 如果说是现在把它用掉 那么应该可以用到这里 可以用到这里 这三点肯定是在同一条直线上的 如果这个R 这个R跟这个R是一样的话 应该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但这个也是一个理想化的假定了 实际上我们存款的利率跟贷款的利率 应该是不一样的 否则银行就没钱赚了 但我们可以考虑那种情况 我们先考虑简单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条 所谓的预算约束线 这个就是跨期里面的一条预算线 跨期里面的一条预算线 我们知道这条预算线的斜率 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是跟这个 也就是跟利率是有关系的 跟你这个借贷市场 或者广赢的资本市场上的 这个利率是有关系的 或者收益率是有关系的 收益率是有关系的 大家想想看 如果说这个R越高的话 R越高的话 那这条线应该是越怎么样 R越高的话 这条线应该是越陡峭了 对不对 这条线会越陡峭 如果R越低的话 这条线肯定就越平滑 那么对于正常的情况来讲 这条线应该是要大于45度的 这里应该大于45度 也就是R如果等于1的话 它就是这条45度线 R等于0的话 就是45度线 对不对 那么R肯定是大于等于0 当然你出现 就是说以前是牛或者鸡蛋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说 这个R是负的 是不是 有可能的 R有可能是负的 这条线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平 非常的平 那这是一个 那么对于一个选择来讲 对于一个选择来讲 我如果在绿的这一点上 那么我就是 就没有使用整个的这个借贷市场 它既不是贷款者 也不是借款者 但是它如果是在这个区域里面进行选择 或者说这条线上行选 因为我们知道 瓦尔拉萨定律肯定是在边界上选择 是吧 那么如果是在粉红色的这一段 那么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借款者 它就是一个借款者 如果是在这个市场上 如果是在这个 缓扎的这条线段上 那么它就是一个存款者 我们说借贷借贷 我现在一直搞不清楚借跟贷有什么区别 还是用存款的跟借款的好像比较好 好像会计里面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要寄到贷里面 一个是寄到借里面 那好像我们基本上分不清楚借跟贷 借款者和贷款者到底是 如果我是借款者 到底是你钱给我 还是我钱给你 还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就是记住那个好了 就是借款的和你是存款的 你是存款的 这是 让我们想 如果说出现 借款跟存款的利率如果是不一样的话 这条线应该是怎么变 比方说我们说 这个存款的利率要比你去银行借款的 这个借钱的这个利率要来的低的时候 那这条线应该是怎么变 这条线应该是 比方说如果这个就是 这个如果就是借款利率 存款利率如果变低的话 这条线应该是变成这个样的 对不对是不是更平了 就是说这条线肯定是往下走的 但是在这点还是不会变的 是不是啊 就变成了一个有折奥形状的这样一条线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 选择呢这里我们这样来看 这样来看 我们说跨期的这个 跨期的这个效用函数 跨期的这个效用函数 有很多的写法 有很多的写法 我们说一般是这样可以来看 一般肯定它可以写成是一个 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线性的 比方说U111加上U12 比方说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但这个可以写成小写的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有些地方呢 把这个U呢 Uc呢可以写成是 有很多的其他方 我们再讲了下一次课 就是下一个专题的时候 就不确定现在选择的时候 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 就比方说 比方说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下用函数的形式 这种是在你们以后学宏观里面 会经常用到的 经常用到的 它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是跟那个分险规避是有关系的 跟分险规避是有关系的 我们以后会讲 我们后面会讲啊 当然我是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效用函数呢 也是一个 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一般的这种效用函数形式 有相同类型的 有相同类型的这样一种函数形式 换句话说 它也是一个突的 它也是一个突的 边际效用是 编辑效用是递减的 然后呢 这个编辑替代率也是递减的 编辑替代率也是递减的 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去关注 它到底具有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形式 具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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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